民间有一句话 男人扣门 老婆放心 为什么呢 在扣门的男人在外面讨话运不忘的 外面的女人也不喜欢扣门的男人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你放心 这个倒是余老师跟他是之一 都扣门啊 对 男人有时候扣门还真是顾家 是 我到菜场去买菜的时候 我和你差不多 所以这一点 你要想想 他省钱是给家里省钱 他不是给外面的人省钱 所以这个扣有时候也有利于家庭建设 这一点我有同感 但是你呢 有一些确实是过分了 你看家庭你不管 他当然受不了 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吗 做妻子的最大的不幸 那就是少老师婚姻 他感觉你这个老公就像空气一样的 任何事情都他干 你一轮影都不见 你还说什么 我们啊 我们班组长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都没当过工人 我当了18年工人日报的副总编 我对工厂太熟悉了 傻了吧 但是做妻子的性格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改 两个人因为缘分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而且已经15年夫妻 怎么办呢 不能说性格不合我们就离婚啊 这一点两个人都反思一下好不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薄红秀啊 来 杨老师 有礼不再升纲了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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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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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